这是震惊中国考古界的一个重大发现 一座大墓的发现让一个消失的古国重现人间 其中发现的一座大墓不仅成功迷惑了历朝的盗墓贼 甚至连盗墓皇帝孙权也被带入到了迷宫之中 这座让孙权花费一生时间寻找都未被找到的古墓 竟然被考古专家轻松找到了 墓中文物不仅完好无损 甚至还为我们揭开了一段被隐藏的历史秘密 疆传这座大墓的主人还是秦始皇的贴身侍卫 可是为何一个侍卫能够享用如此高规格的墓葬形式 本期视频阿金带大家一起走进这座消失的南越墓国 视频开始之前欢迎大家长按点赞关注留言 多多告诉大家长按点赞会触发特效惊喜啊 在广州香港山一个施工队在海拔五十多米的施山省施工 结果一位工人突然挖到了一个硬物 当他低头查看的时候 铁橱下竟然是一块巨大而又整齐的石板 当工人们顺着石块往下挖的时候 结果发现下面竟然是漆黑一片 仿佛就像是一个巨大的地下建筑一样 这时一位工人看见这个情景之后顿时大吃一惊 他猜测这下面是一座古墓 于是立刻将这件事情上报给了文物部门 广州市文物部门接到消息后急匆匆地赶到了这里 考古人员通过现场发现的土质判断 这下面的确是一座古墓 通过考古人员现场勘测后发现 土地下面的石板是由红沙岩砌成的 一共有20多块 面积接近了上百平方米 并且这座古墓的位置还在这座山的中间 位置非常的隐蔽 这在广州历来的考古发掘中 是从未出现过的大型墓葬 考古人员推测 这座大墓的主人一定是位身份显赫 并且位高权重的人 那这座大墓的主人究竟是谁 又是生活在什么时期的呢 考古人员根据出土的石板推测 这座大墓应该是明代墓葬 因为在汉朝的时候 一直使用的是墓古墓 到了明朝的时候才开始实行石石墓 但是就在这时 一位考古人员通过石板间的缝隙 往墓室中一看 结果发现离间铜顶 这件属于汉代的铜顶 为何会出现在这座明代墓中 难道这不是一座明代墓室 而是汉代的 后来根据建造墓葬的时间 专家推测 很有可能是后来被埋葬的早期起物 按照这样的推测 那么这座大墓中出现汉代的物品 那也是理所当然的 在历史上的记载中 西汉时期的赵图曾在这里称帝 并建立了南越国 这个南越国在历史上存在了93年 期间有五代君主在这里成帝 到了明朝时期 明朝的宗室曾在这里建立政权 但是也只是在此存在了18年 不管是明朝还是汉朝 能够在这里修建如此巨大陵墓的人 一定是位领南的头号人物 此时 一位资历比较深的考古专家来到了现场 根据墓中发现的青铜系判断 这是一座汉代的古墓 而非明代的 如果真的是汉代的墓葬 那么谁会有这样的规模的墓葬呢 此时 考古队员都把墓主人指向了那位 消失了2000多年的南越王 赵图 在公元前221年 秦始皇统一了六国 并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 中央集权制度的国家 在当时 还有一个未被征服的地方 就是被匈奴霸占的地方 岭南 为了能够一统天下 在公元前219年 秦始皇决定 出使岭南 并且任命图虽为主帅 而当时担任副帅的 则是一位年仅21岁的青年 那就是赵图 赵图19岁便当了秦始皇的贴身侍卫 最初的时候 秦军把岭南土著打得是结结败退 但是 却在这样如此大好的形势下 秦军将领图虽 把他们的熟灵给杀了 这必然引起了岭南人的愤怒 最后招来了杀身之祸 由于策略失败 最后秦军不得不重新调整了作战计划 此时 赵图采取了这个新的策略 他们尊重岳人的习俗 并对他们承诺 只要肯归顺 一切都会照旧 此后 许许多多的岳族部落 纷纷前来归顺 最终将岭南纳入到了 秦朝的版图之中 到了公元前209年 由于秦二世的暴政 农民起义爆发了 当时 秦都咸阳都遭到了重重包围 最终 两年之后 大秦王朝在各路起军的围攻之下 宣告破灭 秦王朝灭亡之后 赵图派兵封锁了 所有通往中原的道路 并在这里建立了南越国 赵图建立南越国之后 在这里实行有利于岭南发展的民族政策 并且还引进了先进的中原文化和生产技术 使南越国的实力异常强盛 除此之外 他还缩刮了很多奇珍异宝 生前供自己享用 死后还带入陵墓之中 后来 赵图担心自己的陵墓将来会被盗墓贼所盗绝 于是 将自己的陵墓深埋在了这座山的中间 这也更加让考古人员确定 这就是南越王赵图的墓葬 通过考古人员的观察 他们发现 墓室中有两个石门 其中一道已经被打开了 并且还倒落在地面 这就让考古人员心灰意朗 因为根据文献记载 赵图的墓葬在几百年前就已经开始有人盗绝了 被誉为盗墓第一人的孙权 就曾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盗墓活动 几乎所有的大墓都被他盗绝一空 那么这座大墓究竟有没有被孙权盗绝过呢 当考古人员进入墓穴之后 一种腐烂的味道扑鼻而来 墓穴中阴森的状态给人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 此时考古人员借助微弱的灯光 看见脚下散落着的一些青铜器和陶器 并且在头部的石壁上还发现了很多卷云纹 这些卷云纹色彩艳丽 就像是刚刚画上去一样 当考古人员进入墓室东侧的尔室后 地面上整整齐齐地摆放着各种各样的乐器 其中边中和边庆的数量更是有20多座 这在广州的考古史上还是首次发现 这些器物的发现也证明了墓主人的身份显赫 因为在中国古代 这些乐器是上层社会专用的乐器 同时也是等级和权力的象征 在墓室的西侧 考古人员还发现了两具训人和一些陶具 此时考古人员非常兴奋 因为他们知道这座大墓极有可能还未被盗绝过 历史上所记载的赵头非常的老谋删算 根据史料记载 赵头死后整个范鱼城的四个城门全都打开 并且还持续了好几天的出殡仪式 但是实际上装着赵头遗体的观察 具体在哪个城门 哪一天出殡 无人得知 赵头陵墓的反盗手段极其具有迷惑性 并且也相当成功 不仅成功迷惑了历朝历代的盗墓贼 甚至把孙权也带入了迷宫之中 一生都未能找到他的墓葬 那么这座大墓究竟是否是两千多年来 一直被无数盗墓贼苦苦寻找的南岳王赵佗的墓葬呢 当询问是否能够挖掘文物的时候 被国家文物局批准之后 一个震惊中国考古界的大发现 急经问世 这座墓葬中有很多大大小小的石头 当考古人员把这些石头清理完之后 发现在距离墓室门口的树坑中 有两个殉葬人的灰痕 这种在墓室外殉葬的汉墓 在广州还是首次发现 国内下面还排列着十七件大逃泵 其中三件上面还印着常乐宫器的字样 常乐宫是汉高祖刘邦的一个宫殿 这也说明了 南岳国的一切都在效仿汉朝的政治体制 但是当考古人员准备进入墓主人的主观室之后 却发现怎么都进不去 原来这座墓室里面设置了防盗机关 考古人员称之为顶门器 这是由五块石头组成的 如果强行打开这扇石门的话 那么里面的文物可能会被上面掉下来的石头所破坏 后来考古人员请来了石工队的师傅来打开墓门 当把主观室的墓门打开之后发现 毕竟两千多年岁月的前十 墓主人的光谷已经腐朽殆尽 在这些残骸中 考古人员发现了一些不一样的玉片 这件玉片长长方形 长四厘米宽三厘米 并且在四个边角的地方都有一个小孔 看着这些散落的玉片 考古人员立刻想到了 这会不会是一件金履玉衣 根据史料记载 王侯将将死后没有帝王的同意 也不能穿上金履玉衣 既然这座大墓的主人以玉衣下葬 那么其尊贵的身份不应而愈 除了南岳王 谁能有这样的气盘 但是这件玉衣却没有采用汉代常用的金银线连处 而是用丝铝制作而成的 考古人员在墓主人的头部 还发现了精巧的金钩玉食物 另外在玉衣的面罩中 还放着透雕龙纹玉壁和透雕龙凤纹重还玉配 光果内还放置了很多精美的玉器 当考古人员清理这些玉器的时候 又一个重大的发现吸引了现场所有的考古人员 这是确定墓主人身份的直接证据 考古人员在主观室的地方发现了一枚玉印 玉印上刻着赵墨两个字 在众多文献中记载 南岳国在世上有五个帝王的存在 第一代王南岳五帝赵图 第二代王文帝赵胡 第三代是赵英奇 第四代是赵兴 第五代是赵建德 这五代帝王中没有一个叫赵墨的 那么这位赵墨又是谁呢 就在考古人员疑惑的时候 在这枚印章旁边发现了一件金黄色的印章 这是一枚龙钮的金印 一般只有帝王才能拥有的 当考古人员把金印拿起之后 发现上面刻着四个字 文帝行习 这枚印章的出图证明了墓主人 就是第二代南岳王赵胡 他是第一代南岳王赵图的孙子 实称文猫 那么赵胡为什么又叫赵墨呢 考古人员在史记中发现 他在向汉朝赏书的时候称自己为赵胡 等到了南岳国当皇帝的时候 又称自己为赵墨了 至此 这座大墓主人的身份水落石出了 这座墓葬并不是众人所猜测的 南岳国第一代王赵图 而是第二代皇帝文王赵墨 赵墨在位一共16年 由于他性情软弱 南岳国至此走向了衰本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各位的观看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积极留言讨论